你知道吗?每天会有超过19亿瓶可乐 在全球200多个国家被喝掉 而隐藏在巨大利益背后的可口可乐 却还有一个名声不太好的称号 全球最大塑料垃圾制造者 由于每年会生产1080亿的塑料瓶 他们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巨大 于是,可口可乐为了挽回形象 就与丹麦Pepco公司合作设计研发出了一种纸质瓶子 不仅捏不烂,压不扁,而且完全可回收 在外形看上去,它与传统包装截然不同 以白色为打底色,经典的曲线瓶被改成了直上直下的圆柱形 采用北欧木浆制作,或许会有人问 它会不会和纸吸管喝奶茶一样,喝出一股纸浆味 事实上,这一点并不需要担心 设计是为了能够让纸瓶装碳酸饮料和蒸馏水等液体 在瓶子内必设计了一层环保型生物材料保护膜 完全不用担心喝串味 不仅如此,采用单张纸纤维一体成型方式制成的纸瓶 认你如何挤压扭曲都不会发生破裂 毕竟产品需要搬运,假如坚韧度不够 恐怕都坚持不到上坡价 另外,在用料方面,直至瓶子节省了70%的材料 预计每年会减少原始塑料20万吨 如果效果不错,在全球推广的话 不仅会降低污染环境的面积 还能减少30%的温室气体排放 那么大家觉得,这是可口可乐的一种新营销手段 还是真的想撕掉标签,重新做人呢?